大家好,今天中国政协人大会议,7号举行了外交部的记者会 中国外长王毅在问到相关问题时,除了重谈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还表示龙的船人都应该支持同意 王毅回应称,台湾地区选举只是中国的一个地方选举 选举结果丝毫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 也改变不了台湾必将回归祖国的历史大事 如果现在还有人纵容支持台独,那就是挑战中国的主权 如果个别国家执政与台湾地区保持官方联系,那就是干涉中国内战 我相信大家迟早会看到一张国际社会遵守一中原则的全家福照片 这只是个实践问题 台独分裂行径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破坏性因素 要真正维护台和平,就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台独 我们的底线也很清楚,那就是绝不允许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 台湾岛内谁想搞台独,必将遭到历史的清算 国际上谁要纵容支持台独,必将引火烧身,自食其果 王毅最后表示,所有炎黄子孙,所有龙的传人都应秉持民族大义 共同反对台独,支持和平同 同样是今天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当天表示要统筹海上军事斗争准备 海洋权益维护和海洋经济发展 新平是出席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 全体会议时指出,要统筹海上军事斗争准备 海洋权益维护和海洋经济发展,提升经略海洋的能力 新平还表示,要构建网络空间防御体系,提高维护国家网络安全 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首次的政府工作报告 对涉台议题删除和平统一措施 那么今天陆委会主委邱太三表示,他不会只单看一次变化 或单纯只看四个字 会理解是否跟过去一样,但现在还没有办法下推乱 邱太三回应,回顾过去历史,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中国都以反独为优先,国民党执政时也希望统一为优先 两者之中,主轴上的区分,我们也来理解一下 是不是跟过去一样,或是有特别的用意,现在没办法下论断 那陆委会的每次中国两会和中共党代会大会报告都会做研究 但坦白讲,我们没办法马上向论断 会搜集更多的资讯来分析中国 同样是台湾,台湾媒体报道,520就职典礼 美国联邦众院外委会的主席迈克尔 他6号表示将访问台湾参加赖清德救治典礼 台湾媒体表示欢迎 法新社的报道,迈克尔与台湾驻华人的代表及两党议员 一起在美国国会大厦出席纪念台湾关系法立法45周年活动 迈克尔致辞时宣布将率领代表团前往台湾庆祝总统救治 对此外交部,刘远健今天表示 外交部目前没有相关资讯 但一向欢迎美国国会议员及各界友人来访展现支持 若有进一步资讯将会对外说明 迈克尔曾在去年4月访台与蔡英文会面 随后中方进行军演回应 并对迈克尔提出了制裁 迈克尔说他上次受邀访问台湾 蔡英文热情款待 他说中国对台湾的侵略行为是例证 将继续 台军方面邱国正他7号表示 汉光演习改为8天7夜 美军将会派员来台观摩 他强调一定会邀请美军 每年其实都有美军观摩团 历年的汉光演习是5天4夜 今年改为8天7夜 邱正强调 这次国军演练的科目变多 5天4夜时间不够 需要更加详细缜密 为了印证可行不可行 所以才有延长 今天金融时报也报道 中国军事能力实际增长速度是高于国防预算 金融时报专家分析 中国官方预算2024年军费增长7.2% 然而专家认为这些数字掩盖了军事能力的大幅提升 在中国经济放缓的影响下 中国领导人欣平追求将解放军转变为一支更强大的军队 同时降低武器采购的成本 欣平一直在谈论加快国防现代化的必要性 并推动改革 使经济能够支持战时基础 这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资源 研究中国军事的国际分析人士认为 北京的军费总额远远超过其官方的国防预算 国防预算不包括军事研发部分采购 还有准军事部队海岸警卫队 斯德尔格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追踪中国军费开支的研究员 说我们的估计表明 总军费支出比官方预算高出30%到30% 多年来一直研究中国国防军事工业 综合军事采购 专家表示经过过去30年的广泛研发 导弹、战机、军舰等一系列系统的生产 现在已经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这表明需要在官方国防预算之外增加更多支出 他认为总体增长率比现在至少应该多出了两位数 习近平去年向全国人代会军事代表团讲话时 也详细阐述了建设一体化国家战略总体和能力的计划 拓宽了习近平的军民融合概念 不仅要求整合军民技术、工业资源 还要求整合整个经济的战略能力 随着中国经济以多年来最慢的速度增长 那么习近平增强军队基础愿望 必须与压低采购成本 从中国国防工业榨取更多资金 努力向协调 金融时报的文章指 当中国方面试图重组中国军工联合体 解放军21年8月发布的通知中表明 迫切需要加快发展高质量、高效率、高速度、低成本的军人装备 美国方面的分析 从那时起 中国的国有国防承包商一直强调追求低成本系统的标性 武装备的采购需求 与可用预算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 接着2025年 5年内 这两个军种的采购将平均每年增长 在南岸方向 东盟十国和澳大利亚召开峰会 发表联合声明 呼吁南中国海实现和平稳定 中国方面也进行了回应 中国外部发言人表示 我们将继续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 同有关当事国妥善管控分析 东盟相关国家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这次发表的声明 各方反对可能危及南中国海和平的行动 声明内容指我们认识到南中国海成为和平稳定和繁荣之海的益处 我们鼓励所有国家避免采取任何危及该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单方面行动 这些国家在该联合声明中说 我们同时呼吁在印太地区建立基于规则的秩序 中国对马尼拉和美国之间的合作 中国方面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方奉劝美方不要将菲律宾作为棋子 扰乱南中国海局势 非方也不要任由美国摆布 澳大利亚的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峰会上的对记者说 我很担心整个澳大利亚也担心南中国海出现任何不安全不利于稳定的行为 我们需要确保在南中国海的活动能够缓解任何紧张局势 而不是令其加剧 那现在在南中国海包括台海方向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美国一方面说呢是寻求和平寻求稳定 但实际上呢在积极的配合这个台独 包括利用菲律宾搞乱南海 所以我一直在讲啊 中国方面呢现在在整个海洋战略上 包括中国新任国防部长也是海军司令 也是首次 包括习近平现在这个讲话 面向海洋 因为海洋是中国未来啊 进出世界 包括进出印度洋太平洋最重要的一个通道 就是海洋 中国过去呢一直被封锁啊 中国一直被认为是大陆型国家啊 但实际上中国的海权中国的海洋啊 实力一直被昂鲁萨克逊一直被挤押啊 那么未来中国呢是要从海洋击败昂鲁萨克逊 击败这些海洋文明 重新得回通往大洋的通道 那么美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因为美国一旦失去了通往印度洋太平洋这些通道 特别是南海 那么美国的海上霸权就终结了 那个美元那张值也就不是现在这个价格了 美元的终结也就是昂鲁萨克逊的终结 连带着像什么这个澳大利亚 新西兰 英国 加拿大 这些货币最后也会跟随着昂鲁萨克逊一起终结 都会变成边缘地带 甚至我之前说过 那个澳大利亚可能还不如非洲到时候 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看这种边缘化地带 是昂鲁萨克逊他的宿命 他绝对不希望中国重新统治海洋 过去中国实际上在古代 击败了匈奴 实际上北方几百年 从汉朝开始击败匈奴以后 北方就没有过北部的入侵 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稳定 中国就有了稳定发展的空间 中国就形成了大一统 从汉朝开始 所以咱们中国人叫汉人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 那么这个外部环境 古代是因为陆地 海洋技术不发达 从陆地上入侵中国 中国击退北匈奴 造成中国几百年一个安全的环境 重塑了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 导致中国成为一个大一统的帝国 那现在来看 中国陆地上危险 因为中国有核武器 陆地上的威胁已经结束了 海洋上的威胁 因为中国要走出去 中国的船中国在海上 包括在印度洋 太平洋 大西洋 在北冰洋 各个海域 中国的船 中国的货物 都会遇到骚扰 遇到袭击 那沿整个海洋 中国要扣染势力 实际上就能保证 中国未来走向世界的通道安全 所以现在中国 你可以看到 中国的航空母舰 未来要九艘 现在说有九艘 准备要造九艘 很快都是两艘两艘同时造 而且一定会有核动力航空母舰 这是一定的 所以你可以看 中国未来一定是在海洋上 把美国赶出西台边 那你再回到南海 台海 美国现在他非常着急 他一定要在欧亚大陆崛起之前 遏制中国 我现在就在巴库 这个巴库呢 是离海方向 过去呢 实际上你看 张谦出使西域 到的就是这个巴库 就是离海这个方向 中国人啊 在欧亚大陆这个探索啊 从汉朝开始 那时候还没有海上贸易 很多这个欧亚大陆的财富啊 就聚集在这个丝绸之路 通往欧亚大陆这个通道上 就是现在这个巴库啊 阿塞拜疆 包括土耳其 中亚这一带 你可以看到过去的丝绸之路 都是沿着这条通道 通往欧洲 也是东西方交流 最重要的一个通道 那通过海洋啊 海上贸易崛起 昂鲁萨克顺的崛起 所有的贸易通道都转向哪呢 转向海洋 沿海地区 就海洋的这个边 边缘地带 你包括这些港口 像上海 像印度的孟买 纽约 对吧 所有都是港口 香港 所以新加坡也是港口 所以所有的贸易通道 由陆地欧亚大陆腹地 过去 我说过新加坡 就是古代的什么 就是古代的楼兰 现在看那个楼兰 大家已经找不到遗址了 古代楼兰比现在新加坡还要富有 因为它是整个通往东西方 最重要的一个通道 但是随着贸易通道的转变 贸易通量 特别是欧亚大陆 陆地上的通量非常少 转移到海洋上 所以你看现在最重要的 像新加坡 像香港 像纽约这些港口都发展起来 所以未来还是一样的 陆地上海洋上 中国同时发展 中国的这个高铁 中国的铁路 未来也会连接整个欧亚大陆 未来的一带路一定会通过这个铁路 重新把欧亚大陆连接在一起 海洋上中国 现在你看中国的海军也在积极的发展 所以我一直在讲这个美国 它在欧亚大陆想围独中国 是不可能得逞的 也不可能成功的 人类文明的历史是一定向前的 不可能由你昂鲁 萨克军你来决定人类文明的未来 你住在山顶上 过去住在山顶上多了 你有成吉思汗恋吗 中国人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呢 美国人还是历史太短了 说了这么多 再说回台湾 王毅说的很清楚 所有中国人都要支持同意 所有中国人 美国竟然建了一个什么台湾关系法 把中国固有领土台湾 置于美国的管辖内 这是对中国人的侮辱 竟然有一帮台湾人 一帮这个中国人 所谓在美国的中国人华人 竟然还欢欣鼓舞 美国人控制你一块土地 你高兴什么 所以美国人就是要以华治华 用台湾治中国 有很多华人没有把这个思想转变过来 总觉得自由民主这个东西 能代表一些 美国就认定 认定你就为了自由民主 你就可以出卖国家 出卖祖国的利益 另外有一些我告诉你实话 中国有一天自由民主了 美国那个什么台湾关系法 他也不会取消 他一定要把中国碎片化 切碎了 吃下去 也是我一直在讲的 美国绝对不会因为中国的社会制度 因为中国的意识形态 而放弃跟中国的这种斗争 碎片化 不会 美国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美国的利益 所有支持台湾的最后都是为了支持美国的利益而已 而不是为了所谓的中国人的利益 什么意识形态 不是 根本就是为了美国的利益 那么你既然已经选择了为了支持美国的利益 就不要再说自己是中国人了 你想两头都战是不可能的 另外所有华人 看我节目的所有华人 咱们应该都清楚了 哪些才是真正的中国人 哪些是中国人的败类 这种东西 第五条 launcher 感谢观看